北京海關就最近查獲有外國名種馬的走私案 捕捉了一個疑犯 北京海關人員在辦理這21匹澳洲純血馬入關手續的時候 發現報價單上每匹馬的售價只是11,500澳元 即是大概1萬元人民幣 進口的炮價明顯偏低 因為在我們通過互聯網以及通過平時的知識了解到 進口純血馬這個馬的價格基本上在人民幣最少要20萬以上 一批的純血馬是世界最優秀的馬品種之一 每匹馬的售價要幾十萬甚至是過百萬 遠遠高貫入口報關的報價 我們最終掌握了國內這個御馬廠進口21匹馬的真實的交易價格 以及它和外商簽訂的真實的交易協議 以此我們認為這個低報價走私案件基本事實已經成立 警方就說這批馬的主人企圖通過低報價來避稅 判他走私普通貨物罪 判入獄三年換期五年執行 亞洲電視記者你同報道